就不需要政府了 但是无政府主义的公司忽略了詹姆斯·麦迪逊所指出的 人类不是天使 因此管理公司的高管与控制公司的董事要各司其职 这也正是要对创始人和投资人在公司的权利上进行正式界定的原因 你需要能与你和睦相处的同事 但也需要规章制度来帮助所有人长期保持团结 要找到公司内部不团结的原因 分清以下三个概念很有用 所有权 谁在法律上拥有公司的资产 经营权 谁实际上在管理着公司的日常事务 控制权 谁在形式上管理公司事务 典型的初创公司将所有权分配给创始人、员工和投资者 经营公司的管理人员和员工享有经营权 董事会通常由创始人和投资者组成 行使控制权 理论上 这种分工能够使公司运营顺利 所有权分配的优点在于可以吸引和回馈投资者和员工 有效的经营权可以激励创始人和员工 并赋予他们权利 这意味着他们能完成工作 董事会的监督可以从更广泛的角度评价管理人员的计划 实际上将不同的工作分配给不同的人是有效的 但是也增加了不团结的可能性 要想了解不团结的极端情况 那就去美国车辆管理局看看吧 假设你现在需要一张新的驾照 理论上应该不难拿到 因为车辆管理局是个政府机构 而美国是民主共和国 所有权力操之在民 人民选举政府代表为他们服务 如果你是公民 那么你就是车辆管理局的部分所有人 你选出的代表管理着他 因而你有权走进去拿你需要的东西 当然事实并非如此 身为人民我们虽然拥有车辆管理局的资源 但分道的所有权微不足道 管理车辆管理局的职员和小领导 才享有他们微小权利真正的行事权 即使政府官员和立法机构 对车辆管理局名义上拥有控制权 也不能改变什么 无论当选的官员采取什么行动 官僚机构都会因其惰性攀山亮枪 车辆管理局不对任何人负责 自然不必迎合所有人 你获取驾照的经历是轻松愉快 还是如梦魇般痛苦 完全取决于这些官僚 你可以尝试引用政治理论提醒他们 你才是老板 但这不可能让你获得更好的服务 大企业比车辆管理局做得好 但是仍然很容易出错 特别是在所有权和经营权之间会有抵触 像通用电器这种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虽拥有公司的一些股份 但只是极小的份额 因此相比所有权 经营权方面的汇报 更能激励他自己 也就是不论公司的实际价值如何 只要发布良好的季度报告 就足以让他维持高薪 并乘坐公司的包机 即使他得到名义为 股东利益的股票报酬 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仍可能存在 如果以股票作为短期业绩的奖励 他就会降低成本 而不会投资一个能在遥远未来 为所有股东创造更大价值的计划 因为他认为前者更有利可图 操作起来也容易得多 不像企业巨头 早期的初创公司很小 因而创始人兼具所有权和经营权 初创公司的矛盾 大多出现在所有权和控制权之间 即董事会的创始人和投资者之间 由于利益不同 潜在的冲突随着时间的退移会不断增加 董事会成员可能希望公司尽快上市 为公司盈利 而创始人则宁愿维持私有 拓展业务 董事会人越少越好 董事会越小 董事们越容易沟通 达成一致 并进行有效监督 然而 这种有效意味着在任何冲突中 小型董事会都可以敢管理层下台 这就是慎重选择董事至关重要的原因 董事会里的每个成员都是举足轻重的 一个问题 董事就能使你痛苦不堪 甚至可能危及公司的未来发展 三人董事会最为理想 除非你的公司已经上市 否则 董事会不要超过五个人 政府规章明确规定 上市公司董事会的规模要大些 平均为九个董事 到目前为止 最糟糕的做法莫过于过分扩大董事会 看到非盈利机构有几十个董事 外行人会认为 这么多的成功人士投身于这个组织 他一定会运营得很好 事实上 大董事会根本不能进行有效监督 他仅仅为实际经营组织的独断专行的领导提供掩护 如果你希望摆脱董事会的控制 那就尽可能扩大其规模 如果你希望他高效运作 那就缩小其规模 要么上车 要么下车 一般而言 你雇佣的员工应该是全职的 而有时你不得不打破这一常规 比如 有时雇佣外部律师和会计师是很合理的做法 然而 没有认股权或不是企业正式员工的人 会从根本上与你产生分歧 对于利润 他们会倾向于短期收益 而不会帮助你在未来创造更多价值 这就是为什么外顾咨询师和兼职人员不可行的原因 即使是远程工作也应避免 因为每天不在相同的时间 相同的地点上班 同事之间就会产生分歧 当你决定是否要让某人加入董事会时 你只有两种选择 美国二十世纪的小说家 肯凯西说的对 要么上车 要么下车 现金奖励不是王道 对全职人员应该给予适当报酬 每当有企业家让我给他的公司投资时 我都会问他打算付给自己多少薪酬 公司做得越好 首席执行官的薪酬就越少 投资过数百家的初创公司 我发现这一点最为明确 任何情况下 有风险资本注入的初创企业的首席执行官 年薪都不应超过15万美元 他以前是否在谷歌赚更多钱 或者他是否有大额抵押贷款要偿还 和高额私立学校学费要付 都不是重点 如果一个首席执行官的年薪为30万美元 那他就变成了政客 而不是创始人 高薪会诱使他保持现状 维持目前的收入 而不是与其他人一起发现问题 积极解决问题 相比之下 低薪的首席执行官 则致力于为公司创造更多价值 首席执行官的低薪 也为别人设定了标准 BOX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阿龙利维 曾特意给自己全公司最低的工资 他创办BOX公司四年后 依然居住在距离公司总部 两个街区的一居室公寓内 那里除了床垫外 没有其他家具 员工看到他把全部身心 都铺在公司的发展上 都纷纷仿效 首席执行官不一定要以 领取低薪来树立榜样 对薪酬设下最高上限 也有相同的效果 只要薪酬数额适度 就等于对现金报酬 设了有效上限 现金报酬的魅力十足 他提供了纯粹的可选择性 也就是说 一旦你拿到手 想怎么花都可以 但是高额的现金报酬 会让员工取走公司已有的价值 而不是投入时间 为未来创造新的价值 现金红利比现金薪酬要好 它至少取决于工作完成的好坏 但即使是所谓的激励报酬 也鼓励了短期想法和价值掠夺 任何用现金支付的薪资 都关乎现在 而非着眼未来 股票报酬才能让员工全力以赴 初创公司不需要支付高薪 因为他们能提供更好的待遇 公司的部分所有权 股票是报酬的一种形式 它能有效引导人们在未来创造价值 然而 对于鼓励员工奉献 而非制造冲突的股票 你务必小心分配 给每个人相同的份额是错误的 每个个体都有与众不同的才能与职责 还有完全不同的机会成本 因此 从一开始等额分配 就是武断的 不公平的 另一方面 一开始就给的不一样 也是有失功允的 这一阶段的怨恨 能毁掉一个公司 但是没有一种所有权分配方式 能够完全避免怨恨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公司 这个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尖锐 早期的员工得到的股票较多 因为他们冒的风险大 但是后来的员工 可能对公司的成败 起着更关键的作用 1996年加入亿倍的秘书 领到的股票 可能比1999年加入的行业资深高管 多200倍 2005年 为Facebook办公室墙壁涂鸦的画家 得到的股票后来价值2亿美元 而2010年加入的天才工程师 可能只有200万美元 由于分配所有权时 很难达到绝对的公平 创始人需做好细节保密工作 给全公司发电邮 并且列出每个人的所有权份额 就像是在办公室里投了一枚核弹 大多数人一点也不想要股票 在PayPal 我们曾经雇用了一个咨询师 他答应帮助我们开发业务 争取利润丰厚的交易 结果他唯一谈成的 是自己5000美元的日薪 而拒绝将认股权作为报酬 尽管也有新餐厅的厨师 成为百万富翁的故事 但股票对人们的吸引力并不大 因为它不像现金那样 具有很大的流动性 可以快速交易 而是与某一特定公司联系在一起 如果那家公司失败 股票就一文不值了 恰恰是因为这些限制 股票才成为有利的工具 如果有人愿意拥有你公司的部分所有权 而不是现金工资 表明他愿意长期致力于增加公司的价值 股票虽然不是激励员工的最佳方法 却是创始人 使公司保持团结一致的最好方法 让创业延续 摇滚歌手鲍博迪伦曾说过 一个人不是忙着出生 就是忙着去死 如果它是对的 那么出生并不是一刹那的事 你可能要设法持续做些什么 至少这是一种有失意的说法 而公司的建立确实只有一次 只有在刚建立时 才有机会制定规则 使大家团结一致 共同创造价值 最有价值的公司始终鼓励发明创造 而这是开创阶段的典型特征 这使我想起另一种 对于创业不太明显的第二层定义 只要公司创新 创业就还没结束 一旦创新停止 创业就结束了 如果创业时机正确 你能做的远不止创立一个有价值的公司 你可以把握其未来的发展方向 使其向着创新的道路发展 而不是幼于已有的成功 你甚至可以使创业无限延续下去 第十章 打造帮派文化 我们先来动动脑 理想的公司文化应该是什么样的 员工非常热爱工作 享受工作 不严守工作时间 无人着急下班 工作空间开放 环境舒适 斗袋椅 乒乓球 多余文件贵 免费按摩 现场制作寿司 还有瑜伽课程 使场面温馨 宠物也应该受到欢迎 或许员工的宠物猫狗也可以带来 和办公室的热带鱼一起作为公司的非官方吉祥物 这样的画面有什么问题吗 其中一些是硅谷有名的夸张福利 却没有实质内涵 并不起作用 同样 雇用室内装黄湿 美化办公室 聘请人力资源顾问 完善公司政策 亦或招聘品牌专家打磨广告语 也无济于事 公司文化不能脱离公司本身而存在 无公司 无文化 公司 即文化 初创公司是肩负同一使命的一个团体 企业文化的好坏取决于内涵 PayPal黑帮 我创建的第一个团队在硅谷 以PayPal黑帮而著称 许多前同事一直以来互相帮助 开办投资成功的技术公司 2002年 我们以15亿美元将PayPal卖给了Ebay公司 这之后 埃隆·马斯克创立了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并与别人合办了特斯拉汽车公司 李德·霍夫曼与别人共同创立了领英公司 陈世骏·查德·赫尔利和贾维德·卡里姆 共创办了YouTube视频网站 杰里米·斯托普尔曼和拉塞尔·西蒙斯 成立了Yelp点评网站 戴维·萨克斯与其他投资人 共创了Yammer企业社交网络服务公司 而我与别人合作创办了帕兰提尔公司 如今 这七家公司市值均超过10亿美元 在PayPal 我们并未刻意营造办公环境 但整个团队和个人都做得极其出色 这样的文化足以超越原来的公司 我们并非通过筛选简历 然后雇佣最优秀的人才来建立PayPal黑帮 我们在纽约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时 亲眼看到了这种方法带来的混乱结果 与我合作的几个律师经营着一家不错的事务所 他们个个都很出色 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却异常淡薄 他们整天待在一起 但在办公室外却很少交流 为什么和一群互不喜欢的人一起工作呢 许多人会觉得为了赚钱这是必要牺牲 但是纯以专业的观点来看 就像自由球员因为交易而进出球队一样 这样的工作场合比彼此冷淡还糟糕 这甚至不够理智 时间是最宝贵的资产 将时间浪费在不能长久合作的人身上 得不偿失 如果你不能在工作上建立持久的关系 那么你就浪费了时间 即使纯粹从财务的角度来看 也是如此 从一开始我就想让PayPal员工紧密团结 而不是出于事务关系待在一起 我认为较为牢固的关系 不仅能使我们更加开心 更加高效的工作 而且能使我们的职业生涯更成功 即使不在PayPal亦是如此 因此我们打算雇佣真正喜欢团队合作的人 他们必须有才华 但更重要的是 他们要由衷地喜欢与我们共事 这就是PayPal黑帮的开端 提供不可替代的工作机会 招聘是每家公司的